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琴沃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 要支持澳门发展四大产业 其中,在黄琴深合区 发展中医药等澳门品牌产业 未受关注 深合区不单托宽了澳门居民生活、工作的新空间 亦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今集节目,邀请到印尼基集团有限公司主席李佳明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春明 以及分子泰珠海黄琴、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主管刘佩穎作客节目 分享深合区、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其实我们的园区是很多元化的 核心业务应该都是旅游 但它又不是普通的旅游 它是以康养为一个主题的旅游项目 但除了旅游之外 我们亦都有我们的客户 是专门来做一些疾病预防项目 或者一些抗衰老的项目 最后我们亦都有我们的会员 针对一些热心自己身体健康 注重自己的lifestyle 这些会员亦都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亦都是因为环琴的很独特地理位置 很近澳门、很近香港 当时还没有港珠澳大桥 但是都是近的 你坐船过来都很方便 加上澳门是做旅游 香港是做旅游 环琴、当时长龙都是做旅游 我觉得是挺合遵臨的 当然最吸引我的就是有很多特殊的先行先事的政策 我们本身当时我们定这个旅游的定位 亦都是承受到思考 澳门即身为澳门企业 身为澳门人 我们都知道只靠博彩业是不行的 但是澳门你多元 向哪些方向去转变呢 其实旅游业就是一个最容易转变的 因为本身已经有客流量 所以我相信这一类的康阳旅游 是可以和很多其他旅游一起打包 给你澳门也好 你环琴也好 的游客一个新体验 一个多元的体验 澳门要发展旅游 要用好它本身 现有的游客资源 它就是必须和环琴联动 像我们这样的企业 环琴也有点 在澳门也有点 怎样可以将环琴的东西带到澳门呢 这个是我们一向都想做的 澳门的旅游业 还有要向多元旅游发展 我们要发展大健康 我们的立法 我们的开放度 是必须要提升 我想不可以只依赖澳门延事的医疗 都依赖几间大医院 我认为大医院的定位 和我们这些企业是不同的 医院的定位更加应该是 如何帮大众去医病 最初是人们的远离疾病 医病 将大众医疗搞好 但是除了大众医疗之外 我们现在做的 很多是抗衰老的这些项目 预防线的项目 功能提升的项目 其实要开放给一些民营的企业 非医院 所以我们很期待 是不久的未来 真是可以有些实质的政策 可以落到地 令到环琴真真正正的 可以发展大健康 作为澳门大学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首个产学研示范基地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 依托澳门的优势学科力量 实现技术的转换 将实业室搬入生产线 而最近一年来 随着我们合作区成立的东风 我们的进步更加显著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研究经费和研究项目的落入之外 我们最重要的是 和我们相关领域的企业 建立了多个联合实验室 来推进我们的一个 产学研的一个推进 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 实际上我们澳门大学 最近的十多年来 在中央和澳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学术发展非常迅速 我们在中医药 微电子和智慧城市 这三个领域都建设了 国家重点实验室 然后呢 我们的学术基础有了一定 我们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 我们的学术生育不断上涨之后 最紧要的事情 也是特首和社会各界 非常期待我们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成果 能够服务市场 服务我们的国民经济 服务我们的澳门的社会 那么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大学非常重视产区延长化 将我们的研究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而合作区的成立 就为我们澳门的学者 将我们的研究成果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现在呢 我们澳门大学里面的研究的成果 在完成基础研究 和高质量论文发表之后 申请了专利之后呢 进行一个产学研结合 和企业和政府 和各界的基因合作 把它转化转化 做一个转化 我们最近一年呢 也孵化了几家科技公司 都是在比如先进材料 生物医药 特别是我们合作区 重点发展的中医药等产业 然后呢 我们的联合实验室 现在也在围绕 比如我们智慧城市 现在我们大家知道 很热的这个元宇宙等概念 我们也是有落地 很高兴呢 跟各位这个市民朋友汇报呢 我们澳门大学 自己研发的这个 无人驾驶巴士 最近也是从澳门 史相合作区 进行一个性能测试 也是代表着 我们澳门的科技的一个落地 我认为呢 现在在我们的合作区的这个肉土上 发展我们的四大产业 尤其是我们澳门也高度支持的 中医药科技和我们的这个先进制造 等是大有前景 而且呢 有非常多的一个机遇 当然你说有没有挑战 我相信新盛的事物 又是一个这个高科技的创新 科技创新很多时候 一开始的事业 都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失败 所以我相信挑战是有的 但是呢我们充满信心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从上而下 政府高度重视 我们的政策制定 从人才的吸引 从我们的这个 这些相关产业 孵化企业 引进企业给予的配套 合作区政府和澳门 这边都有很好的政策来配套 第二 这几个产业 它在制定的过程中 就有一个先进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澳门大学 本来的一个学术方面的优势 比如我们微电子 也就是集成电路这方面 还有我们的中医药 这个呢是我们发展了多年的 第一是有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二是我们澳门也发展了多年 在国际上具有非常好的影响力的这个学术领域 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学术技术研究了 我们呢借着合作区的这个建立和东风 把它转化为生产力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天然的一个配合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合作区的一个成立之后呢 对于不同层级和不同专业的复合型的人才 它也会相继出台很多吸引人才的政策 因为做科技创新做做产业也需要人 最重要的是人才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人才吸引 汇集到合作区的话 我们有更明确和更丰富的人才支持 和企业支持的政策出来的话 我相信四大产业 尤其是这个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 相继都会出台很好的机会 政策来支持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来发展 透过高新科技将传统中医药原料进行处理 运用高端技术打造中医药现代化产品 分子泰珠海黄及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会集越澳两地资源优势 真正实现技术成果 向澳门的推广转化 那我们先行先试 先在珠海恒情去做一个布局 那在珠海恒情入驻这两年来 我们经过了产业园的一个培育 以及恒情的一个产业的优势 我们让我们的这个企业能够运作发展起来 那在这两年过程中呢 我们组建了团队 把我们集团技术产业落地到珠海恒情 那么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呢 是将在下半年在恒情对接的澳门区域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生产基地的一个成立 那后续我们下半年会招聘相应的 一个澳门的人才人员去做一个澳门厂区的一个对接 那后续我们会将我们在恒情这边的一个技术 以及先行先试的一个成果 转化到澳门 等于说反哺澳门的这个产业跟人才 促进人才的一个交流 那刚才提到我们在招聘人才的一个 征选机制上面呢 我们是希望是能够面向就是说辐射珠三角面向全国 招聘更多有专业背景的一个人员 那主要是说他有一些食品行业的生产经验 那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兴趣 那跟我们企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在认同我们企业文化的发展的基础上呢 我们下一步呢就会将这些人员聚集到我们的这个恒情 同时呢在熟悉我们恒情的这个产业产品的发展之后呢 我们再会用运用相应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 再把这些人才输送到澳门的这个生产基地 现在目前我们在澳门已经建立了一个厂区 那后续应该下半年会有步入的一个生产 以及人员安排的一个阶段 林芝的这些提取啊 还有一些就是对于胰岛素这一块的方面的一些 药物保健类的一些产品 可能在内地会有一些限制 那我们在澳门的这个区域的一个政策优势下呢 会有相应的一个生产 对于我们澳门跟恒情这边的一个布局合作呢 它就是基于我们现在运用的一个运营模式 像我们的一些设备啊产品啊 都是跟我们恒情能够息息相关的 那同时呢 因为澳门是具备恒情更好的一个优势 是在于它对外的一个窗口 尤其是对接一些普与系的一些区域 国家是能够比我们在珠三角有更大的一个机会 那基于它的贸易多元化等方面的这种原因 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对接 包括刚才提到的 有些可能在境内有相关限制的一些产品 那我们在澳门会得到一些放开的一个限制 那同时呢 我们也会等于说 运用澳门的这个多元化窗口 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跟产业能够走向全世界 那落地到中海行情之后呢 我们会等于说 产业化以及呢 落地月澳合作的这种尝试 因为大家都是在摸索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我们会在一步步的摸索 到了一定的阶段 我们在运用这样的模式 能够反哺我们的澳门 随着元澳两地的共同推进 深合区资源、政策的逐步完善 澳门和黄琴的中医药 及大健康产业将共同配合 尋求突破 令澳门中医药产业进一步 开拓内地市场 进而走出国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谈点・崩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邀请